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起阅读朝鲜王朝时录 当元时 上文与上武 大家好我是姜志恩 大家好我是张元典 如果感兴趣的话 进去朝鲜王朝时录的官方网站 那么朝鲜时代的上文主义 我们再回去我们的征传 那么在这里确认 朝鲜时代的想法 跟20世纪初的想法有什么样的差距 有没有同样的想法 所以我们1993年 1993年他们是什么样的情况 面临人生无论 人生无论什么时候发生的 1992年 1992年5月的时候发生 所以大概一年以后 一年半以后 他们可能明朝跟日本 政府之间弹劾 那先祖这个时候 他有一个觉悟 然后他下令要检讨什么样的案子 但是陈下的反应 好像没办法让他满足 那我们这里看一下 讨论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样的 神喜受曰 神禁出世 监视武财视 再三传教 故被编师以视为实行之意 上达以大小人情 皆以为未安 这是什么 神禁出世是什么 神禁出世 这个是第一阶段的考试 所以在这里他们说出世 神禁出世 这个文人的第一阶段的科技考试 这边宣主说 在这里要让他们考武财 再三传教的意思是 他宣主已经有几次下令说 你们这个要讨论一下 然后给我结果 所以他们在被编师那边讨论 然后要不要这个武财 在神禁出世是家考武财的 要怎么实行 但是大小人情 就是很多人的想法 这个不太妥当的 未安 他们说在被编师那边讨论的时候 他讨论 神禁出世是家考武财 这个不太妥当 所以上司谁 哇 宣主 宣主 他说 为什么 淫斗说嘛 他怎么回答呢 神禁逝取之人 非但皆又若 若喜武 神恐因此 废行本月圆 所以他的理由呢 他提出的理由是什么呢 圣经是那边 他们本来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比较用弱身体没有到很好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读书人嘛 一直在房间里面坐着读书的人 如果让他们必须要练武的话 他们要怎样改变呢 就把读书的时间拿去练武 因为他们练武方面非常弱嘛 所以他们要天天练武 不然的话没办法考上 所以他们结果他们被持自己的本业 应该造成这样子的弊端 他们这样觉得 然后呢 宣伯曰玉林卫我国精兵也 其中必多小勇者 前年悉性时破户战 破户位移今皆善亡 所以那他们提出另外一个案子 那国王提出的是文科的出事 生理精神方面加考武艺 但是他们说 这个对考生来讲 这有点难 然后那这样子的话 他们也有提案别的方式 他们说语林卫这是这个朝鲜的精病 其中也有很多勇猛的 所以前年西行是什么意思 就是国王逃亡的时候 国王爆发战争 逃亡的时候 很多与林卫的病士来复战 或者护卫宣祖 然后一起走的 现在都上网 他们说 这是他们的方向跟宣祖的方向不一样 他在说什么呢 民中朝有树涅科 以此色科聚位精神 用于缓急为大 那在这里树涅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树涅子孙 就是不是正亲所生的孩子 所以朝鲜时代 树涅子孙他们的身份地位比较低 假如你的父亲是两半是大夫家成 但是如果你的母亲不是正式的太太的话 你是树涅 树的话也可以 我们可以树涅不要区别 如果要区别的话 树是你母亲不是正式的太太 然后应该是良民出生的 那镊子的话你的母亲同样非正式的太太 但是她原来的身份也是建人的时候镊子 那民中朝有树涅科 所以按照这个方式来色科 他的意思是这种练武的考试 要给树涅子孙的机会 然后他选拔以后 他们让他们聚在京城 然后违宪的时候 用他们防卫这样子的 所以宣祖的思考跟城下 朝城的思考有什么不一样呢 他宣祖是一般朝鲜的士大夫阶层 让他们的对练武的这种想法要改造 但是朝城他们的话 练武应该身份比较低的人 让他们担任就可以 所以这两个之间有非常大的差距 这样子宣祖跟朝城之间 好像他们的想法的基础不一样 那么朝鲜时代怎样这样子的上文主义形成 想要看1392年一开始的时候 再看一下1392年他们因为文武合作完成朝鲜的建国 那个时候因为东亚这个地区大体上仍然维持和平的证据 所以朝鲜文城领导的这种上文之风 这是得以日益昌生的 但是17世纪前后 朝鲜因为东亚情势的变化而陷入战火 东面的日本他们战国时代 然后经过安徒陶山时代 然后奉承休止 他在这里完成统一 然后先1592年 然后1597年两次入侵朝鲜 其实也可以成为一个人中二乱 但是因为1992年人中二乱的时候 跟丁尤在乱的时候的情形不一样 然后参战的病逝也不一样 所以我在这里分开讲两次的入侵 又因为朝鲜这样子的临接大陆的东北 当女政周然兴起的时候 中国的情势顿时急转直下 所以中国也有入侵朝鲜 后今1627年 然后清朝成立以后 1636年也进攻朝鲜的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朝鲜同志阶层 是否能彻底认识上文主张的缺点 并因而途改选更章 那我已经提出了宣主跟朝鲜之间的讨论 那我们看完这个讨论之后 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回答的想法呢 当时国王宣主他痛感朝鲜有过度的上文质弊 所以要透过科举改革朝鲜的上文体制 所以他想要改的不是制度上的问题 不是朝鲜的上文今生要培养的 他想要改的是朝鲜文人社会的上文体制 所以他提出在朝鲜课举中 小课的生命经济世事的课目 要加考武艺这个案子 所以宣主的目的不在于培育文官具备武艺的素质 而在于改革如者朝鲜时代的知识分子 他们过度上文的这种弊断 所以宣主一向坚持生进世 就是生命经济世的武财世 但是家考武财的事不可不为 他说一定要做这个武艺家考的案子 但是他的提案从未实行过 因此朝鲜的上文之风 并没有得到改革更正的机会 甚至不减反正 就是他们战争人成会论丁佑在论结束之后 朝鲜的建议大部分都要加强文教 不在于也要加考武艺 或者要把朝鲜文人的上文体制要改 从人种恶乱到丁佑灾乱都结束了 1598年起算的话 朝鲜朝还存续了300年 直到1910年8月29号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朝鲜的上文精神到底是造成国家灭亡 还是有助于国家长治久安 这是应该回答的方式大家都不一样 但是我想看一下20世纪前后的韩国社会人士怎么认为呢 对他们而言答案是第一个 但是战争结束之后还持续300年的这个国家 可以说因为他们过度上文 所以只持续300年 这种说法成立吗 不晓得 请大家思考看看 好那我在这里提出一个思考问题下 在当代社会各地区的文化当中 传统跟现代性因素都有 有的时候有意无意的 近代才出现的文化被无认为传统因素 相反的传统文化也被无认为近代的 那么在各位的周围有没有这种无解 请举个例子说明看看 如果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参考这部书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